回到欧战来关注的是遭到围城的马里乌波尔 最后的据点是亚述钢铁厂被攻入了 乌克兰的战士现在是困兽之斗 场内弥漫着最后战役的悲壮气氛 在黑暗当中士兵唱着爱国歌曲 而俄军开始清理整个马里乌波尔的市中心主要街道 在电线杆换上了俄罗斯国旗 准备在5月9号二战胜利纪念日这一天 庆祝所谓俄罗斯攻占的胜利 乌克兰遭围城的马里乌波尔 最后据点亚述钢铁厂遭猛烈炮袭 俄军已攻入场内三天 巫国战士深知是困兽之斗 但仍奋力抵抗 钢铁厂内弥漫着最后战役的悲壮气氛 士兵在黑暗中唱着爱国歌曲 歌词的内容是 宁愿甜蜜的壮烈牺牲 也不苟活为奴 直到最后时刻的来临 亚述营的指挥官也请求国际协助 将场内阵亡的士兵移体运走 目前钢铁厂内仍有数百平民受困 俄罗斯总统普钦 原本同意周四开放人道走廊 但却再次违反承诺 俄军毫无停火的迹象 联合国已经准备好车队要进入亚述钢铁厂 马里乌坡尔一旦失守 俄罗斯将打通克里米亚到俄国的通道 控制黑海港口的交通 马里乌坡尔的市中心 开始进行大清扫 路标也被拆除 换成了俄文版 电线杆上插上俄罗斯的国旗 俄军要在5月9日 二战胜利纪念日这天 庆祝他们的胜利 许多马里乌坡尔的居民也加入清扫行列 不过他们说是为了乌克兰的胜利做准备 俄罗斯政府也忙着为胜利纪念日阅兵做准备 战车和重型武器已经开进莫斯科红场 进行阅兵预演 根据美国情报分析 俄军目前在东部略有进展 当地挺俄分离武装分子 以影片炫耀他们占领了城镇 俄国军方公布 他们又杀了600名乌国士兵 乌俄冲突引发的外交议题 先前俄国外长称 希特勒有犹太协统的言论激怒了以色列 普京已经为此向以色列总理班乃特道歉 另外波兰五日在首都华沙召开 为乌克兰募款会议 已经募得了65亿美金 法国还加码捐赠至20亿美金 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 周五也启程前往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 她将慰绕美军并探视乌克兰难民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国际Plus 获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